咱们来敬拜 请大家起礼 有一位真神 他名字叫耶稣 他来到这世界上 我要救赎你 生命的意义 紧在这福音里 只要你看我呼喊耶稣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亮光 将有生命为喜乐 将其旁边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有一位真神 他名字叫耶稣 他来到这世界上 我要救赎你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亮光 将有生命为喜乐 将其旁边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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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从起初就为咱们设定了救赎的恩典 让信的人有永恒的盼望 感谢主 一阵尘的心 相浮在你面前 拍我心眼 使我看见 一感冷的心 灵首生命火水 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何等恩典 你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你宝宣为我留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 比充满赞美 一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比充满赞美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 你们拥荣耀为我冠赞美 何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赞美 你尊贵荣耀在乎我 何等恩典 你保鞋为我留 很丹田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比充满赞美 你落去 我所有枷锁 你落去 我所有重担 你落去 我所有伤悲 你的笔 配得所有松散 你落去 我所有枷锁 你落去 我所有重担 你落去 我所有相悲 你一笔 配得所有松散 很丹田 你竟然在乎我 很丹田 你保鞋为我留 很丹田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 我的嘴比充满赞美 很丹恩典 你竟然在乎我 很丹恩典 你保鞋为我留 很丹恩典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 我的嘴比充满赞美 感谢主 这是喝得了好大的恩典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献明了 感谢主 耶稣 诚然等到 我们的永魂 背负我们痛苦 耶稣 耶稣 为我们的国防守海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以你手的心房 以你手的心房 我们的平安 以你手的边上 我们的意志 完成的感谢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的救助 我的平安 我得一句 我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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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的主 祝福 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 神出我心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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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见 我的耶稣 爱我的主 你的恩典 伸出我心 我的耶稣 爱我的主 你的恩典 伸出我心 感谢你我亲爱的主 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圣灵啊 请你来 来触摸我们的心 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能明白主的心意 在这时刻就圣灵依稀 来充满我们的心 来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来充满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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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来充满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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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充满满的与我们众人同在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弟兄姊妹请坐 可以听到吗 好的 谢谢 我们继续来讲罗马书的第三讲 神的义 这讲可不容易 能够用三十分钟把神的义讲明白 我知道只有圣灵的帮助 所以我们又要祷告 每个人都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明白 些许的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意义 那么我讲到的主题是围绕着 罗马书的三章21到26节 我依然要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历史的背景 让我们可以能够想起来 我们之前都学了些什么 或者你最近都读了些什么 罗马书的一章一到十七节是序言 大家还记得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书 罗马书的核心就是 他要告诉罗马教会福音究竟是什么 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整个的核心 所以我们都是会围绕着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来讲 那么一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二节 是讲外邦人的罪 二章外邦人的罪如果很多的话 那么犹太人的罪就更多 所以二章的一节一直到三章的第八节 都是在讲犹太人的罪 那么上一周呢 李波传道也给我们讲了什么是人的罪 那么今天呢 我想先总结一下 三章的九到二十节 其实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做了一个总结 主体就是没有一个艺人 连一个都没有 外邦人也好 犹太人也好 都是犯罪得罪神 那么三章的九到二十节呢 实际上是对旧约的经文的一些罗列 也就是说保罗其实他通过旧约的经文来论证 他说人都是罪人 没有一个是艺人 是有旧约的基础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人完全的败坏和堕落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九节开始好吗 我们已经证明 犹太人和犀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一个艺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也没有寻求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这里保罗引用了分别是十篇的 十四篇 五十三篇 还有传道书 那么看到他主要是这几节经文里面说 一个都没有 反复地说 没有什么呢 没有义人 在这个世上 没有一个人是义人 不管你是靠着自己的良知的外邦人 还是靠着律法的犹太人 没有一个可以在神面前称义 那么他接着继续来又说 他说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 十篇的五篇 一百四十篇和十篇 满口是咒骂苦毒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飞跑 所经过的路 变形残害暴虐的是他们 平安的路 他们未曾遇到他们 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讲人的罪的时候 一个都没有 然后他紧接着就讲到人的口舌的罪 正经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 从旧约到新约都会有作者去这样说 你的口舌犯罪其实代表你整个人都误会了 那保罗在这说 从喉咙到舌头到嘴唇 你的整个的嘴就像一个坟墓一样 你的口舌就证明了你的心是怎么样 所以你的脚飞跑也去行快 那当时人们都会觉得罗马是一个很平安的地方 很富足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罗马的富足都是通过杀戮来的 对吗 罗马的人他们为什么可以统治那么大的帝国 因为他们在每场战争当中 最后他们都是可以站在那里生的 那就证明了他们充足满满的那个 所以保罗说 这是一个罪人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就是他眼中里 如果他眼中里都没有上帝 所以当我们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 他如果不认神 他根本都不会承认 所以当他真的是承认 是真的 那我们最后 这个19 20节他说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 好塞住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服 看之下 他讲到普世的罪 对吗 罪是有普世性的 不管你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不管你 你的行为好坏 罪都是普世性的 所以他总结说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再重复 没有一个 因行律法可以在身面前 叫人治罪 这句话 非常不容易 关于律法和罪的关系 那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这一集的系列讲道里面 来覆盖这个内容 让大家能下去 在小组里面讨论 律法让我治罪 律法究竟是好的吗 它对我有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下去讨论 在这里面 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是谁 我们都是犯罪得罪神的 那么人犯罪得罪神的 一个结果就是 必然会带来审判 罗马书二章五节说 人其实是在为自己 积蓄愤怒 兄姊妹 我们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你会不会害怕 当我们不回转来 归向神 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 我们是在为自己怎么样 积蓄愤怒 我们似乎很少去谈 神是有愤怒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神是神啊 祂是非常恨恶那个罪恶 那么他就是会愤怒地 来面对这个罪恶的 所以这里面说 你任凭你 尽 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继续愤怒 以致神怎么样 震怒 什么叫震怒 突然而来的愤怒 临到你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所以任何一个罪 任何一个罪人 将都会面对神的震怒 这个是肯定的 而那个震怒是突然会来到的 那个就是公义审判日子来到 所以我的第二点就是 在我们都承认 世人罪的普遍性 人都犯了罪的时候 人家为自己积蓄愤怒的时候 那么结果就是 神的愤怒和审判的必然的来到 大家能看到这个经文吗 这个是启示录的经文 那么因为人罪的缘故呢 神他跟人最大的区别 就是他是圣的 对不对 我们说圣灵 圣灾圣灾神 神是圣灾圣灾的神 那么圣他就是不和罪 能够在一起的 所以神的圣洁 他一定要是临到我们的时候 就肯定是审判 因为我们就是罪嘛 我们的本质就是罪 所以我们唱歌啊 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说啊 以色列的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神 阿们吗 所以我们赞美神 神的宝座在我们中间 但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真理是 神的宝座也是审判的宝座 以色列的神的宝座 在启示录的二十章 他启示的非常清楚 就是那是白色的大宝座 是圣洁的 白色象征的圣洁 是纯洁的 是审判的 所有的人必然会站在神面前 神的震怒必然领到 大家注意 这个不是说 好像是说有可能神会震怒吧 不是 既然我们已经犯了罪 神的震怒就必然领到 因为这是神本身的属性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启示录的经文 如果大家能看得到就看 看不到就打开你的圣经 启示录的二十章 十一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都逃避 再也无处可见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 还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的人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进火壶里 不光是每一个罪人都要受到审判 不光是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审判 连死亡和阴间那个时候也要受到审判 那个是神彻底要结束这一切的时候 而我们来看到说 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人逃避的 就是被审判 而且个人是怎么样被审判呢 是照自己的行为被审判 所以在这边 我们来看到罗马书的二章十一节 他说因为神不怎么样 偏待人 我们基督徒似乎很喜欢听这句话 觉得我信主了 所以我很喜欢听神不偏待人 你看神都让我信主了 但是你知道神不偏待人 他有一个根本上的 他在审判上面 他不会因为你是有钱人 不会因为你多奉献 不会因为你站在讲台上服侍 不会因为你在教会里做什么 说就不审判你 神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 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神 不管是犹太人也好 外邦人也好 神是不偏待人的 神的审判是完全合理的 公平的公正的 所以整本圣经里面 尤其是如果大家有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神特别不公平 就会觉得约伯很苦 如果你去看 你都会觉得神 他是一个审判者的角色在那边 只有神才是有最终极的审判权的 所以他是神 我说那个我们讲今天讲神的公义 叫justice 那个都是讲到那个法官 他要坐在那个法院 他一个天平 他要摆平 对不对 我们的神 他的天平是摆平的 就是他不偏待人 所有的人都要公平地面对审判 我们每个人的行为 都要摆在他面前 而且二章十六节 我们一定要大声读这些经文 一二 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 隐秘式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保罗非常坚定 神的审判是怎么去审判 照着我传的这个福音 那么神审判的是什么 是你们所有人的 包括我自己的 所有人的隐秘式 我们不要觉得你做的事情 神不知鬼不觉 我告诉你 神也知鬼也觉 你可以逃过人的眼睛 但是你逃不过神 所以神在审判的时候 他真的是审判 我们所有人的 所有的行为心思和意念 所以有些人他会这样说 哎呀有些人 他们的行为很好啊 甚至比基督徒也做得好啊 我怎么就不觉得 他们好像我们得救 他不得救 那么这个当然是另一个主题 但是在这里 我借着讲神的公义 可以告诉大家 善不能从恶而来 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我们是注定 我们就是本质是罪人的话 我们里面不可能有什么良善出来 我们可能看到 他外面的行为是良善的 我们似乎也做过一些良善的行为 可是你知道隐秘是什么样子 对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 当神来审判人的时候 神既是通我们外来行为 神更是把一切隐秘的事就显出来 所以他的审判是完全公义的彰显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如果神的公义就是要来审判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例如今天的主题经文 罗马书的三章21到26节 我建议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 可以自己去做一些笔记 那我知道我们教会也会有一些 草稿什么发给大家 但是你自己做的笔记 你会记得更清楚 那你看三章21节这样说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所以保罗他在前面就讲 我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 又把九节到20节给大家过一遍 他前面讲 人在神的面前 就是完全的没有盼望的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就是要必然会临到这个审判 我们想去做好 我们做不出来 我们这个隐恶也都会在神的面前 被彰显出来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1节的第一个词就是福音 就是但 是一个转折 既然在这个时候 神是有转折的 神是按我们的 他说 神是来赦罪的 不是来定罪的 神依然是有审判 可是神如今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为的是 他不是来定罪 他是来赦罪 神如今 我们一个词一个词地讲 但如今 如今是什么 大家知道 这个后面你会一直会看到 保罗的书信也会一直谈到 如今如今如今 对不对 当你提到如今这个词 你就知道 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如今和原来不一样了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如今不一样了 新约的时代已经开启了 但 我们是一直活在那个咒诅当中的 但 转折 如今 耶稣来了 不一样了 不来 神的义 我一会儿讲 那我们来看 神的义怎么样呢 在律法之外 显出来 所以神的义是超越我们的行为的 你不用再努力地去做 要讨好上帝 你就算你去讨好上帝 那个隐恶还是摆在上帝面前 所以神的 那个义彰显出来的时候 它是超越律法的 超越行为的 是在律法之外显出来的 那么这个显明出来是一个启示性 也就是说 神是主动让我们知道的 如果神不显明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神是主动地将他的爱 启示给我们 将他的义 启示给我们 让我们明白 而这个义是超越律法和先知的 而且是整本 旧约都是赖为新约做见证的 他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不要觉得我信主了 我就去读新约 如今了 耶稣已经来了 所以我只读新约 那这是不对的 因为所有的旧约都是来为新约来做见证来预备的 所以你去读旧约的时候 你要有新约的亮光 你才知道旧约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去读新约的时候 你要有旧约的背景 你就会更加明白 所以虽然我们不是年末或者年初 依然鼓励大家一年至少通读一遍圣经 那么神的应许就是在创世纪里面 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那个 我们记得上周如果你来的话 李博弟兄讲的 那亚当夏娃吃那个果子 从那个时候人就犯罪 人就没有办法自救 那怎么办呢 神那个时候就已经应许说 女人的后裔必来拯救你 那么这个应许和救恩是成就在哪里呢 是成就在神的义里面 所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个神的义 神的义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 神的义就是神的公义 这都是两个概念 我们刚才讲到很多神的审判 什么就是公义 那么神的公义 你一定要在神的慈爱的角度去理解它 否则你不能明白什么叫神的公义 神的本性是圣洁 是良善对吗 那么神圣洁的本性就让他去恨恶罪 神良善的本性就让他一定要去爱这个罪人 要去赦免去宽恕 所以你看我们 你不要觉得你人生很苦啊 我们人把最大的一个矛盾推给了神 你爱我 我又犯罪 你怎么爱我 我们真的是我们硬着像镜去犯着罪的时候 真的是让圣灵忧伤 因为这个对神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张力 他既要满足他对公义的要求 又要满足他对良善的要求 所以我们是 神本来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 给了我们那么美好的环境 但是人犯罪失败了 对吗 虽然我们失败了 但神仍然是信实的 这个就是神的公义 这就是神的义 祂是一个义的 义就是虽然我们失败了 祂仍然是信实的 祂仍然是信实的 离开神的公义 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上帝的慈爱 我今天必须这样说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也太多地去讲耶稣爱我们 我们也去传福音 也会跟人家讲耶稣爱我们 当然是爱没有问题 可是你离开上帝的公义 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上帝的慈爱 耶稣爱我们 祂为什么爱我们 我们通常会错误地认为 如果神是爱 如果神是爱我的 祂就不应该审判 如果神是爱我的 祂就不应该让我经历这些痛苦 如果神是爱我的 我基督徒就应该一帆风顺 我们通常会这样去来 用自己的方式定义神 弟兄姊妹这是宗教 所有的宗教 你可以去看 佛教也好 道教也好 伊斯兰教也好 他们最终的那个罪 真的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定义神 我祷告 神就垂听 我奉献 神就祝福 那是你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这个神 然而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要圣经告诉我们 从头到尾都是 我们要用神的方式来认识神 所以圣经是启示来的 神的意是祂启示来的 是祂的方式 我们作为人 我们都会有一个倾向 我们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神 真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是要警醒悔改 说主啊 我不要用我的方式 那你的方式你来告诉我 主 这是为什么要去祷告 这些都串在一起了 你看 所以神圣洁的本性要求说 祂一定是统一的 你又要恨恶罪 你又要爱罪人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彰显祂 圣洁良善的本性呢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神就是通过福音 我们如何被宽恕呢 神最终用祂自己的独生爱子 解决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矛盾 撒旦想如神 似乎想来挑战神 你看 你爱这些人 你就要把他们定罪 要处死 否则你就不是公义的 所以我在说 你一定要在神的公义的基础上 去理解神的慈爱 神真的是爱我们 以至于 他要把他的独生爱子 付上那个代价为我们死 这个才叫爱 因为满足了他对公义的要求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地知道 就是连神的审判都是救赎性的 我再说 连神的审判都是救赎性的 神为什么要审判我们 因为神要救赎我们 他设立了审判 要把那个死亡和阴间都灭掉 为了我们可以从那里面被救赎出来 所以他自己付上了那个审判的代价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坚定地说 我可以理解保罗为什么那么坚定地去传福音 除了耶稣基外 没有救恩 除了十字架之外 没有道路 你可以很坚定地为你的家人 为你身边还不信主的亲戚朋友去祷告 不管他们现在生活什么状况 因为除了基督之外 没有盼望 因为人若不在基督里 都是必然会在那个审判 所以这就是神的意 就是神的意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 信他的人并没有分别 哇 你看到吗 因信 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 唯一的条件就是信神 我们因信 这是得救唯一的条件 而且你不要觉得是你做了什么 你信 这个是因为你的信 他加给你的 所谓的加又是一个从上而下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骑士一样 是神他赐下来的 他赐下来给你的 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背着这些经文 一幅所书八章二十 二章八到九节 我们如果些许有一些人的小骄傲出来 觉得我自己能做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这些经文去抵挡那个魔鬼的轨迹 你们得救 我们一起来 是本护恩 也因着信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回去一定要把这些经文背下来 我们得救是怎么来的 是本乎恩 原本不是我们的 是本乎恩 但是也因着我们一定要相信 他既然是恩典 但是你要接受才行 那么这不是出于自己 免得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刚才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 他说 而这一切是 加给你们一切的人 并没有分别 再一次彰显了神的意 神在审判上不骗戴人吗 阿们 神在怜悯上也不骗戴人 神是完全的意 他在怜悯上只要你相信他 他不骗戴人 他不会因为 我给大家看一些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神如何不骗戴人 我们一起来读 在此并不分 又住在个人之内 并不分犹太人 西里尼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西里尼人 是为奴的 是助主的 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我想保罗今天 如果在这里 他可能说 不分你是男是女 是老是小 是加拿大人 是美国人 是中国人 是印度人 是台北人 是上海人 是北京人 是城里人 是乡下人 是黑人 是白人 是贫穷的 是富足的 是老板 是员工 是牧师 还是方丈 在神里面都是一样 阿们 神的恩典 也是这样不骗戴人 加给我们一切的人 只要你悔改相信他 让我们再一次看到 神意的完全的彰显 而这个彰显 真的是在 那个审判和恩典 是一体的 你有没有看到 是没有办法分开来 我们学神学 可以把它分开来 去分着理解 可是在神那里 没有办法分开来 就是他 要为我们舍命 这不是一道数学题 是生命的代价 保罗再回过来 再一次强调 我们一定要在最终 去理解福音 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就是罪的实质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罪 你把这句经文比下来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就是罪 我们本来应该都是 有神荣耀的人 我们本来就是彰显神的荣耀 那天我跟一个姊妹聊天 我说你看这朵小花 她都知道去彰显神的荣耀 在她有限的生命里面 去做到神让她做的 可是我们原因 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角度 来认识罪 我刚才讲到 我们要从神的角度 要用神的方法认识神 对吗 我们要用从神的角度 来认识罪 而不是从人的行为上去看 我们看上去的 都是表面上的东西 可是从神的角度 我们看到罪的本质 就是不将荣耀归给神 那你不要看这个人 那个人有好行为 这个人那个人怎么样 怎么奉献多少 那现在神看 神都是直接看到心 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的圣洁的要求就是 祂是荣耀的 祂不能跟不荣耀的 不圣洁的人在一起 以赛亚书说 但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 使神颜面不听你 所以在我们理解 神的爱 神的公义 神的拯救 神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从 那个罪的角度 去看这些一切 从神的角度来看 我们亏缺了祂的荣耀 那么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呢 如今 我又提到如今 我有跟大家说过到吗 看到如今就想到是什么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注定在那个灭亡当中 如今 却蒙神的恩典 耶稣来了 神的救赎计划 原来是计划当中 我们如果生在旧约 我们或许可以说 我还不明白 我要仰望 那个信心的创始承受者 对吗 我要去仰望说 啊神 究竟你要来 那个弥赛亚是什么样 可是如今 耶稣基督他道成救生 已经完全来到 他彰显了神奇妙的救恩计划的时候 蒙神的恩典 我们蒙了神的恩典 就白白的诚意 不是我们好行为赚来的 刚才那段经文 有没有人背得住 你们得救是 本乎恩也 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的恩典是白白来的 不是赚来的 我们丝毫 我们没有丝毫可夸的地方 真的 我们没有丝毫可夸的地方 神如今拣选我们 可以在他的恩典当中 是白白的 所以福音是什么 这才放到这个镜 福音是什么 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节 非常重要 一一二 这里耶稣做挽回祭 这节经文实在是太深了 我说的深不是他难懂 而是他内容非常广阔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既是神设立的 就是神的旨意 神他设立的 神的主权 旧恩是神完全主动的结果 是神开始的 也是神亲自去设立的 这个挽回祭 如果你去读圣经 旧约是没有这个词的 旧约有什么祭呀 赎罪祭 对吗 各种祭 可是没有这个挽回祭 这个词 那么挽回祭是什么呢 挽回祭是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 要把罪带走 把人挽回 就是要从神的愤怒当中挽回出来 拯救出来 所以你会说这个挽回祭跟赎罪祭有什么区别 赎罪祭呢 杀了就是死了 可是挽回祭呢 它是要把我们 不光是死了 要把我们从愤怒当中 神的愤怒当中救出来 所以你说旧约都没有 保罗从哪新约唱了一个词 旧约有 但是不这么说 来看一下 《出埃及记》25章17节目一起来读 要用金金座 诗恩座 诗恩或座 辟罪 夏同 长二轴半 宽一轴半 很多弟兄姊妹 一看到什么长两轴 宽两轴 长17轴 这那都跳 都不读 很重要 你看这个挽回祭这么重要的词 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的 诗恩座 括号 诗恩或座 辟罪 而且夏同 所以当圣经里面 那旧约里面 在新约其实也会提到 当他提到诗恩宝座的时候 那个诗恩座就是挽回 atornment 就是挽回 那什么是诗恩座 mercy seat 你知道吗 那个至圣所大祭司 一年才能去一次 他要把那个血 覆盖在那个诗恩座上 为什么呢 要神不看他的罪 他才能服侍神 他先为自己献祭 我得罪神了 我先献祭 然后我才能去服侍神 人 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都犯了罪 那个诗恩座就是 那个血要去遮盖他 以至于上帝来审判的时候 上帝看到的是 那个血 我们的罪都藏在那个 诗恩座的家里 而今天 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 我们可以坦然无知 在他面前 弟兄姊明 不要觉得我求着你 让你祷告 你可以开口跟神说话 不被击杀 你可以今天神存留你的气息 是因为耶稣基督 他把你的罪都放在了 他的身座下面 他用他的宝血 遮盖了你 遮盖了你 耶稣基督 耶稣是那个完美的祭物 他没有犯罪呀 没有犯罪 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担当了我们的罪 三位一体的神 从创世 他们就在一起 可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说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因为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 他把我们的罪 放在那个十恩座的下面 他的宝血 一滴一滴地流下来 去遮盖我们的罪 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弟兄姊妹 福音不是清清乎乎的 那个恩典是白白的 但它不是清清乎乎的 但是主耶稣基督 他的宝血 遮盖了我们 我们才能来到神的面前 是神用他自己儿子的生命 平息了他的愤怒 神的愤怒 看到那个罪是那样的愤怒 以至于必须用他的儿子的生命 来平息这个愤怒 你我可以来到他面前 弟兄姊妹 我们若不知道什么是爱 这就是爱 我们若不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 这就是爱 我们若不知道怎么是遮盖 这就是爱 我们在爱的关系里面 要彼此遮盖 你知道那遮盖 就是要自己付上那个代价 把他的罪遮盖在下面 让主看不见 主来的时候主要审判你的时候 看到的是 耶稣他已经遮盖了你所有的罪 所以这个是福音 我们要来到他面前 弟兄姊妹 我的表达实在太穷尽了 我没有办法去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 什么是福音 所以我求圣灵来 是你能够明白 耶稣付上的这个代价 耶稣在使家上 诚然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 说我们可以被称义 希伯来书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读吧 我们既有一位 我们的大基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罪 所以我们坦然无惧 来到他的深宝座前 我要得联学 门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的大基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身座前 当我们去说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血 我们怎能不感恩 当我们来到他的身座前的时候 你要知道 当他施恩给你的时候 他是付上生命的代价 我怎能不悔改 我们怎能不献上我的全部来认识他 因为他已经为 在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 为我们献上他自己 我都想停在这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回去能够好好的去默想 每次你来到神的身座前 好好去默想 我是怎么样得以来到他的身座前 得连续 门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那我讲的经文的最后一句 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吧 一二 好在今时 耶稣尽人为一 讲到这就是信福音的结果 我讲了这么多 我们既然 如果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的圣灵的开启 我们明白了福音是什么 那个福音的结果是什么呢 为什么说是结果 你看两个字 好在 好在是什么 目的 对不对 神这样 他白白的将他的白白 独圣爱子赐给我们 赐下恩典 设立了他的爱子 来做挽回祭的那个完美的祭物 赎回了我们的生命 目的是什么 好在 目的 今时 又是今时 就是耶稣到来之后 恩典的时候 临到的时候 好在恩典 今天临到你的时候 显明 我们曾经是亏缺神的荣耀的 可是今天 我们要显明他的义 我们曾经都是在神的义中 被审判的 可是今天 因着耶稣基督 他救了我们 我们身上就有了他的义 我们要将他的义 写明出来 今天神救了我们 我们是 要可以去彰显 那个救恩的 那个荣耀的 我们不是借着自己 自己根本做不到 我们自己能做到 我经常这样说 也就经常对我儿子说 我说 那个罪 我妈妈知道你控制不了 他不怪你 可是你一定要恨恶那个罪 因为 你做不到 所以耶稣为你死了 所以你需要耶稣 我们不是借着自己 是神把他的义 我们都是罪人 没有义的 是神把他的义 加给我们 所以今天就算你 你现在信主了 你说我受洗了 我佩戴耶稣了 你一定要知道 也不是靠你自己 去行出那个好行为 因为你没有 而是你身上是穿戴的 是耶稣基督 是他的义 成为了我们的义 所以我们要像耶稣的样子 所以这个经文说 也称信他的人 为义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定要知道 神救了我们目的 好在 我们可以 他向众人 向世人去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 使世人都知道 他自己为义 神是义的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 福音的这群人 我们要去彰显上帝的义 在我们身上 怎么彰显 我求圣灵亲自来开启你 如果你真心悔改 认识他 圣灵会在你里面 他会告诉你 因此 我们既然信了他 我们就要靠主 做我得胜的生活 那么这个是后面讲的 可是今天我有一个作业 大家都知道我会给大家应用 可是我今天 我不给应用 一定要给作业 就是你要知道 你自己回去要去思考 好 思考什么呢 思考刚才这句经文 这句经文 我们要去默想 如何让神的意义 彰显在我身上 这句经文哪里呢 最后半句 我没有讲 是留给你自己讲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 先时 所犯的罪 我想大家去思考 如果你曾经是 不认识神犯罪 抵挡他 但今天 你明白了福音的意义 该怎么生活 带着这句经文去默想 神是如何用忍耐的心 宽容我们先时 所犯的罪 如今 你被 你既然 你虽然来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的身座前 也不被击杀 因为 他 用他的宝血 遮盖了你所有的罪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该如何 替代耶稣的意义 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 指教我们 该如何去过每天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明白 福音究竟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不是靠我们的言语 让人明白 是你亲自 显明你的心意 求你来帮助 今天来到你面前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到你的身宝座的时候 每个人可以在你的宝座下 得连续 蒙恩惠 你就随时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更认识你 帮助我们还可以有寻求的时间的时候来寻求你 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 来批帮助我们的福音的福音 来批帮耶稣基督你的义 彰显在我们身上 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求你祝福我们 向主耶稣圣名祷告 Amen 一起来回应诗歌 咱们来回应 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 让圣灵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来更像我们的主 感谢圣灵 请你来圣灵 在这时刻就圣灵运行 在这时刻就圣灵运行 来充满我们的心 来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像你 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 在这时刻就圣灵运行 来充满我们的心 来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像你 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 哦 主圣灵 哦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让我们的灵 能在你光中再次兴起 哦 主圣灵 哦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的所有指引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的所有指引 感谢圣灵 圣灵 圣子圣灵 我们靠着你 得胜过圣洁的生活 让我们带着敬拜奉献的心 来继续我们的敬拜 如果您是出来教会 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 还不用做难 专得乐意的 是神所喜悦的 目前我们还是有三种奉献方式 一种呢 可以邮寄您的票到教会的办公室 第二种呢 您可以上网来奉献 在我们嘉烈山教会的网站上奉献 选中文部 那第三呢 您现在就很简单 可以放到后边的奉献箱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赛的天父 我们生命 并且你把你的独生爱子 赐给我们 让信他的人被称为一 不致灭亡 凡得永生 让我们有真实永恒 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最好的 从你而来的 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 我们愿意把那最好的 我所献给 周尼悦纳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寶贵的圣名 您们 让我们来为我们的国度来祷告 请 阿爸天父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救恩 谢谢你 丰丰富富 属天的福气 嘉天在我们身上 但主啊 正如保罗所说的 在我们肉体中没有良善 立志行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主 你说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子来 但我们活不出来 我们活的和这个世界没有区别 我们做不到分别为圣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在诱惑着我们 如我们嘴里说把你摆在首位 但心里还是把现实摆在首位 只有需要你时才想起你来 如你责备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 我们何尝不是呢 我们内心还是常常渴望人的赞扬 还是会沾沾自喜 但又不敢表现出来 以免别人认为我们不谦卑 主啊 我们忘了你的勤奋和勇敢 你和你的门徒因为心情地传扬福音 面对何等的苦难和逼迫 让你们从未退缩过 主啊 反观我们呢 在整个疫情期间 我们是多么的若诺和退缩 甚至比不上世人 主啊 你对天父祷告说 父啊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常想让父一步一步 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成就 主啊 你爱那些瞎眼的 鞋腿的和顺利 而我们常常只爱那些可爱的人 主啊 我们是何等的不配 唯有向主你来求 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 最深处我们自己的黑暗 认清我们自己 让我们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 主啊 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理解你的话语 思想你的话语 更多来认识你 以至于我们能够一点一点 活出你的样子来 我们身上能够仿射出 从你而来的真光 漂亮这个世界 更多还在黑暗里的人 主啊 求你帮助 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有一个报告是香 是关于咱们教会的祷告会的 时间呢在10月29日周六晚上 7点到8点 地点在楼下的Fireside room 我们有线上的同步 这个祷告会呢 我们将会进行每个月一次 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的晚上 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 大家我们要成为祷告的大军 欢迎大家都参加 Pastor Steve 我们请Pastor Steve 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Hello Church It's good to see you all 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兴见到大家 We've been away for a bit We were visiting with family on the east coast in Halifax 牧师呢 离开了我们教会 有一段时间 他们去看望他们的家人 在东部 We're there to attend a wedding of my niece And it was a wonderful time 参加一个侄女的婚礼 Now a few weeks back When we were there at the wedding There was an uninvited guest That came to the wedding 当他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 有一个没受邀请的客人来了 This guest's name was Fiona Oh 这个客人的名字叫Fiona 就是那个暴风 Hurricane Fiona 暴风的名字叫Fiona And it hit the area we were in The same day as the wedding 就在婚礼的同一天 这个暴风雨来袭击了那个地区 The wedding was at 2 on a Saturday And the hurricane hit us in full force Between about 12 midnight And 4 in the morning 婚礼是在下午两点 但是呢 那个暴风来是在早上 八点 半夜到早上的八点 I love wild weather But this was a little too wild 他很喜欢那种有风暴的天气 但是这个风暴来得太猛烈了 I thought that the next notice you were Is that Pastor Steve and his family Taken up in a whirlwind And never seen again Hahaha 他说我以为你们会得到一个消息 Steven牧师 他和他的家庭被提到了天上去了 你们再看到他们 There were time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at I lay in bed And I was staying in a little log cabin Out in the woods Half of the guests that were there for this wedding Stayed in this little resort along a river And we were t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hurricane And every now and then I would shine my flashlight at the roof To see if the beams were being pulled apart 他说 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用手电筒照着那个屋顶 看看那个屋梁和屋顶是不是会被吹开了 I've been known to exaggerate from time to time But I am not exaggerating 他说 通常我说话是很夸张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的说话并不夸张 At one point we sprung a leak And water started to come in I could hear pieces of the roof Being ripped off the top of the cabin And trees splitting and breaking And hitting the cabin on the outside Now there are moments in your life That was one of those moments That was one of those moments 那個就是那个时刻 As I lay in bed I realized That I had done everything I knew to do To protect my family 我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 我认识他 我已经做了我所有能做的 來保护我的家庭 But now in the midst of the storm Our lives were in his hands 但是在那个暴风雨的时候 It was out of my control And completely in his control 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完全在神的掌握之中 我们做了我们是能做的 我们控制不了 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Now I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ruth 我永远知道那是真理 But sometimes you need to know that truth 但是有时候你需要知道那个真理 The book of Romans that we're studying For the next two months Is one of those life-changing Life-altering books of the Bible 我们所学的罗马书 在下两个月内要所学的罗马书 就是这样一本让我们认识真理的书 No other book has changed the landscape of Christianity like the book of Romans 没有任何一本其他的书 能够让我们在这期中 能够认识更多的关于基督的真理 Some of the greatest movements of God on the earth have been started by men and women who have been changed by this book 神在身上所行的是 这是要通过那些个 用这本书来改变他们生命的那些人来实现 I want you to know today That if you're facing a storm Maybe a storm that you feel like is pulling your life apart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人生中的风暴 这个风暴可能使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撕裂 Maybe it's a storm of marriage in your health in your finance think that there is no solution that it's out of your control 因为这个风暴是在你家中 在你的会议中 在你的财务中 你可能感觉到没有答案能解决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s the provision of God 我让你知道 在你们这个面临的人生风暴中的另一面 那是神的供应 You know after that hurricane blew through that area We woke up in the morning to the sound of chainsaws 我们在那个经历风暴那些晚上 当我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们醒来听到的 所先听到的是 那个锯 锯的声音 锯木头的声音 啊啊啊啊啊 这个声音啊 There were so many trees that had fallen down The owner of the property had to literally cut a path for people to get in and out again 因为太主的树倒下来了 我主必须要用那个锯 把那个树锯开 这样和人们才能走过 But do you know what? by two o'clock the sun was out and we were celebrating a wedding together 但是 当时两个点钟的时候 太阳出来了 他们能够继续进行那个婚礼 Amen Amen On the other side of your storm is a celebration of what God can do within your life 在这个风暴的另一面是神 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供应 Paul knew this when he wrote the book when he said I a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使徒保罗知道这一点 他说 所以说 使徒保罗说 我并不以福音为耻 Would you stand with me today As we conclude our service By praying the Lord's prayer together in unity 我们来 宋读主打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里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愿以后华赐福你 保护你 愿以后华使自的脸光照你 永远地照你 愿以后华赐你平安 赐你盼望 行在神的话日的大能中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Let's sing together 我们继续唱赞美诗 感谢赞美主 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祂是我们生命里 一切问题的接答 有你为真神 他名字叫耶稣 他来到这世界上 我要救赎你 神明明依依 静在这录音里 只要你看后呼喊耶稣 耶稣是神明 一切问题的解答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神明 一切黑暗的亮光 将用生变为喜乐 将句话变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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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